就是在你的Src 上按右鍵 New 跟 Other Other 的話這個Module 這個Nate 的部分給他 我這邊取名叫A106 你把它按Finish 然後呢 再是上面輸入我需要的條件 當然包含的話 總共幾個部分 但前面這三個是必要的 他題目有提到這X 是輸入幾分鐘 他比如說跑10分25秒 跑3000 那等於他時數呢 當然時數像英里 等於是一個小時 他跑了幾英里的意思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就是一個X 先輸入幾分鐘 再輸入幾秒鐘 再輸入距離 分別把這三個資料 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那接下來的話 再來做我們的計算 就是 那我們的時數是多少 我們的時數是多少mine 多少英里 所以我這邊的話 假設我給他一個變數 叫Speed Speed 等於什麼呢 它的距離 距離的話 特別注意喔 距離是必須要Z Z的話 必須除以什麼 除以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是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先不要 先 先在後面 除以時間 我們先不要變 英里 我們先除以時間 那這邊注意喔 我輸入的時候 X X是 分分鐘 所以要變成小時的話 那變成怎麼樣 我要把X 變成小時必須什麼 再除以多少 一個小時 幾分鐘 60分鐘嘛 所以除以60 OK 所以第一個 我習慣是把它刮鬍牆 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我跑了10分鐘好了 然後除以60之後 那我就會得到我要的小時 再加上秒 比如說25秒 25秒的話 那必須講 秒要變成小時的話 那必須講 一樣 先把它變成分鐘 因為1分鐘60秒 所以除以60 再把它變成小時 再除以60 OK 那我習慣把它刮鬍起來 OK 那刮鬍之後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後面部分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 這個時間 前面就是它的距離 那一除之後 就是我的 這個時數 一個小時 跑幾公里的意思 那再來的話 把它print 那print的題目要求 就是說 我是建議 如果將來你們考試的話 最好是 它因為輸出的話 一定要什麼 speed 然後這個有空白有沒有 再一個什麼 再一個 空白 有沒有發現 這空白一定要 所以我的習慣 將來會給你紙本 所以你紙本沒辦法複製 不過這個練習的時候 是可以 我是用先複製好了 不過我建議你們自己打 我把它Ctrl C 那將來的話 輸出我就print在這邊 那我們一樣用 那個什麼 把它貼上 不過最好是自己打打看 最容易出錯是這個 空白 跟這個空白 OK 然後呢 再來什麼 後面就是要把什麼呢 我的時數 放在後面 那時數放在後面 怎麼放呢 這個題目還要我們 所以 如果你當然沒有任何格式的話 就一個大瓜 後面的話就點Speed 不 點Format 跟這一樣 Format Format就格式化 然後再怎麼樣呢 把這個Speed的變數 怎麼樣 把它放到Format這邊來 那將來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時數丟進來了 OK 對 那這個我們先弄一下 不過這還不是最後的 我們還有兩個地方要變更 知情一下 那你會發現 假設它跑了10分25秒 然後跑3公里 Enter過的話 你會發現 Speed 是 17.28 這輩子 這個是公里 時數 也就是說 如果它 它 跑3千的時候 它可以跑 10分25秒的話 它的 時數 可以是 17.28 17.28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概念 大概騎腳踏車的速度 腳踏車有沒有 大概能夠 騎到 你們騎Uby 能夠騎到 時數 大概17.28 已經算是 算是快的了 所以它等於就是這個 如果3千 可以跑10分25秒 那真的是 速度是很快的 OK 好 可是問題 這一題還跟 跟我們講說 我不是要什麼 我不是要 時數 我是要什麼呢 我是要麥 也就是一公 這個什麼 這個一個小時 跑幾英里 不是幾公里 那英里要轉 公里要變英里的話 特別注意 你必須怎麼樣 再把這個公里 必須後面再出多少 它有一個提示 出1.6 OK 也就是說差不多 如果時數100的話 時數100 那英里大概只有56 所以之前 有人是 那種開那個 那個什麼 美國進口車 那美國進口車 它的時數表 都是英里 不是公里 所以有人奇怪 我已經開非常非常快了 為什麼時數才50 時數才60 因為它沒有 它進口的時候 沒有把那個時數表 改成公里 所以其實它如果 開了60 時數60 實際上就已經是公里 是開了100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 不過這一題是轉換的 怎麼轉 就是要把它除以1.6 這個就是 我們變成英里的 OK 如果這一題當然它沒有考你 轉換成英里的話 就不用除了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只要計算 假設你以前當兵的時候 如果你跑多少 我記得好像 我三天是跑多少 跑大概12分鐘多 12分鐘多 然後我大概 跑 應該排在 第幾個 第10 十來一個吧 OK 因為我們那一連隊 大概五十幾個 我大概跑 還不算太慢的 而我的 當兵的 技術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是 我們整個 整個連隊裡面 年紀最大的 因為我那時候去當兵 我已經34歲了 我那個年紀已經跟那個 營長 是一樣的年紀了 34歲 這個 我們 那個 國父規定是 34歲一定要去當兵 不當兵 就強制要當兵 因為剛好我那時候 念完博士班之後 才去當兵 OK 那時候技術 蠻有趣的 因為我後來下部隊的時候 剛好就是到哪 到那個 數字很 最近很熱門的一個數字 叫269 對吧 然後就紅中秋 然後最近好像還有一個 排長 自殺的那個 問題蠻多的 那時候也就是在那邊當排長 OK 所以裡面的 這個 黑幕 還蠻多的 那不方便在這邊講 OK 如果記者想要採訪我的話 我雖然可以講很多故事 真的是曲折離奇 裡面的話 真的都不是 跟訓練有關的 都是跟那個 Undertable的事情 OK 那東西其實 都不太能講的 OK 回想起來 當下是不會覺得什麼 因為當下只是想趕快退伍就好了 都沒有我的事 我會不會像紅中秋一樣就麻煩了 OK 回想起來還是有可能 因為我有時候知道太多 它裡面的秘密 OK 好 回到這邊來 重點在這邊 跑多少時數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最後特別注意 題目好像有提到一點 就小數點的第幾位 有沒有 請輸出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所以我剛剛輸出好像沒有取的小數點第一位 好像是第二位對不對 OK 或者是說沒有取 那如果你要取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應該在哪邊加一點東西 還記得吧 OK 所以大瓜糊裡面要加什麼 這個可能要很熟喔 冒號 點 第一位 什麼 第一位 點什麼 EF 之前是點2F是第二位 點1F呢 就是第一位 OK 這樣子的話呢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沒多少東西 但是你就是要看到這樣的題目 也可以馬上寫出來 但我是建議啦 這題目雖然是考試 你就是 背起來也是也可以啦 可是盡量還是要活學活用 最好是理解 因為像我考試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 就是我用我自己的邏輯 把這個程式全部寫出來 那我覺得很順 還有一些都完全理解 所以其實寫得很順又很快 又不容易發生錯誤 將來如果說我要變的話 假設我要把那個 因理變成公理的話 其實只要把除以1.6 把它換掉 其實OK了 另外的話 假設他將來輸入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Z 他現在是輸入3 如果是將來變公尺的話 如果輸入3000 那你應該怎麼 那你應該怎麼 如果假設吧 這個3000應該怎麼 在Z的地方 除以多少 除以1000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單位變的話 那你就應該在 這個計算的公式裡面變 要不就是在哪邊 在這個後面有沒有 除以 除以1000 要不就是你在公式裡面除以1000 兩個的話都可以 不過我建議 這個方法 因為你如果 在公式裡面除以1000的話 那個 我是覺得公式會太複雜 反而在外面做完 再進來 好像會比較單純一些些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變動的話 那你這邊除以1000的話 執行 假如說 會比較直覺 我跑了3分25秒 那我跑3000的話 那我時速是 時速 顛倒了 那我跑3分25秒 太快了 跑3000可以跑3分25秒 那時速是3分25 那是已經接近輕型摩托車的速度了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 當然你時間越短有沒有 你相對的你時速越快 OK 當然如果說你現在只要 就是如果你是1分半好了 然後你跑了5公里 那這應該是更快 Enter 時速要125 OK 時速要125 才有辦法 5公里 要1分半 就可以抵達了 其實我發現 真的上高速公路是快 市區是慢 其實市區是沒有很遠的距離 但是都在塞紅綠燈 反而上高速公路 咻一下就下來了 OK 因為像我是住基隆 所以我來的時候都會塞 大概要50分鐘吧 可是我回去快 如果不塞車上去下去 半個小時就到家了 有那麼近嗎 我發現 在市區裡面 慢都是慢在紅綠燈 所以之前我是住三重 我發現住三重的距離 跟到基隆的距離差不多 當然有個好處 就是 人比較少一點吧 然後距離可能比較遠一點 OK 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利用這一題 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 時數的計算 的公式 然後盡量的話 就是熟悉 剛剛講的 第一個如何 在 這個 程式裡面 建立公式 第二個的話 還有一個是 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這邊就是要熟 那個format 所以我前面一直強調 用format 這個書裡面也有提到 除了format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百分比符號的方法 OK 不過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那個方法 在Python的官網上面是 說 慢慢它會 被棄用 比較建議用format 所以我們 基本上 上課都用format 因為基本上 如果以後都不要用的話 那其實你現在學了 等於多學了 學了等於以後用不到 反而有點 增加那個負擔 OK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 像 一教宗這個書裡面 其實也都有提到 所以如果 假設各位要再多參考的話 其實可以看一下 這個裡面提到的 好像在 第幾頁 對 大概一支 八頁是format 一支九頁 是那個 百分比的格式化輸出 那我是建議你就看format 就好 因為兩個方法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沒事幹嘛多學一個 多學一個 多一個負擔 其實我覺得程式 程式最好是 真的不要學太多 學的要能夠用上 是最好的 然後盡量是活學活用 真的就不要用死背了 就很直覺的 你如果可以很直覺的 把程式寫出來 那就沒有負擔了 最怕說你背了一大堆 全部都塞在你的腦袋裡面 然後都沒有消化 你又學得很累 OK 試試看 把這個1064 106做完之後的話 再看108 3 4 5 5 6 5 5 6 6